尽管身为游泳健将,他们却常常通过秘密行动,捕获毫不提防的过路者。 章鱼移动迅速,灵活敏捷,他们运用喷射推进的方式,压动水流通过体内水管,推动身体前行。 章鱼同样易受攻击,在开阔的水面,他们必须小心,大部分时间,他们都坐在礁石暗处,或裂缝里。 他们的形状和大小各异,有些小到足以把一个废旧的壳当作藏身之处。 另一些章鱼则自己动手修建住宅,他们会利用万巧妙的移动石头,贝壳,蟹甲等建筑材料,堆砌成一个火山喷口式的巢窝,然后隐居其中。 从这种藏身之处,他们可以持续观察并悠闲选择攻击目标。 章鱼长着一对大大的眼睛,适应水下昏暗的光线。 他们对螃蟹的偏爱在水下和在海滩上一样。 又一只螃蟹出现了,杀手一下子寒了出去。 被强有力的外套膜牢牢套住后,这只螃蟹无法逃脱。 八个蟹,每个蟹上两排敏感的蟹盘,对于一只螃蟹来说,真是太难招架了。 这可意味着要对付一千六百个蟹盘呢。 每个蟹盘都约含一万个神经元,来提供味觉和触觉信息。 在捕捉像鱼这样光滑意逃脱的猎物时,能发挥很好的作用。 但位于这一切的中心,并最终使猎物致命的是章鱼的作用。 第一口咬下去后,分泌的毒素就会让猎物瘫痪,并在章鱼吞下猎物前开始分解肌肉组织。 如果它们确实冒险离开了礁石,那么常常是为了搜寻猎物。 小龙虾感觉到逼近的危险会躲藏起来。 但章鱼具有敏锐的感官,以及作为猎食者的本能。 杀手章鱼发现了猎物的藏身之处。 章鱼的猎杀方式很残酷,猫猫先咬破对方头部,注入毒液,使其麻痹致死,然后再从容进尸。 面对有着八条半的高智商杀手,猎物无处可逃。 章鱼是一种高度适应了秘密行动的猎食者,他甚至会冒险到陆地上寻找猎物。 有点十分高度农。 这下次是需要您的信息。 完全是打算答案啦。